嗨 欢迎来到《不爱纠散》 我是念华 这位是方玉 嗨 老师好 我是方玉 赖方玉 赖律师 哎呦 方老师你今天好客气 我突然有点别扭了 他录以前问我说 我说你可以称我念华 然后方玉律师问我说 那可不可以称你方老师 我说好都可以就自在就好 对对对 因为我也是YT菜鸟 所以很高兴 现在你在看《不爱纠散》 你知道取这个名称 其实是数位事业部的小朋友 其实希望这个年轻女孩 不要觉得不尊重啦 就是说我们的 称呼小朋友可能是一种亲切吧 就是年龄差 然后那时候他帮我们想了 他很快哦 他想的题目 我觉得大概有三十个以上 我有三十个 对因为我们要想跟大家 一集集分享的是 情观这件事嘛 对那我的制作人 跟我的年龄段是一样的 他是男性 他就说 赖律闯情观 对然后我觉得 这蛮勇猛的 但是又有点觉得跟你不太像 后来他列了这么多节目名称以后 我就请我们看满人物的朋友 我们团队 我说我们每个人选四个 就我们这样交叉选了以后 每个人都有选的 就是不爱就散 哇不爱就散 有没有鼓励别人觉得 好像不爱就要分手呢 对我跟你说 我后来先跟我的朋友讲说 我要做YT了 好那老鸟慢飞嘛 大家都很有兴趣 但听到这个名称 就会有女性朋友说 诶念华 你这样子好像鼓吹说 不喜欢就散 这样好吗 我说等等 不是不喜欢就散 我说是不爱 不爱 所以不爱如果不散 是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啊 等一下今天就会聊到一个就是 不爱的不离不弃 就变恐怖片 对 我说其实就是 爱这件事情 你希望你自己在什么样态 那希望你的爱对于对方 得到什么样的益处 如果这些答案都是 叉叉叉的话 那是不是还要留在原地而已 你知道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说 我觉得必须要用新观点来看 我们对婚姻跟爱情这件事的想象 你听到一个不爱就散这件事情 仿佛它似乎不是一个祝福 可是对我来讲其实 它才是真正的祝福 那么有时候有人会透过结婚来寄生上流 会认为婚姻 好像可以让自己改变一个身份 我就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好了 我觉得在法律里面 我们或者是我们对婚姻的想象 就是不离不弃 那我就讲一个不离不弃的故事 那么你大概会想象 不离不弃的故事 应该是一个八点档的浪漫故事吧 但是对一个离婚律师来讲 我并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这四个字几乎用出来 全部都是正面的 那正面的感觉是说 因为很爱 所以黏着度很高 而且不离不弃 而且不离不弃 就是你再怎么烂 再怎么扎 我也不会放弃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对 是的 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女性朋友 他很特别了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那这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其实是大家很多期待 心气良母 就是在家里洗手做羹汤 就是照顾小孩了 那么就跟着老公这样一路走过来 那他老公就很有钱 我刚才在讲寄生上流这个想法 就是大家就可以想象 这显然是一个有钱人 那这个有钱人就是家里有游泳池 有健身房 有这个很大的花园 所以是他家的 就是不是社区共用的 是他家的 就是他家就是你可以 突破你的贫穷想象线 所以那应该是一个别墅型 大致上是那个概念 好宅 是个好宅 那么但是这个老公呢 就一心一意想要跟这个老婆离婚 那他有什么长久累积的大冰山 或是什么导火线 其实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一个人长期的在事业上奔波 那一个人呢就长期在家庭里头 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共同化质了 那么他们的婚姻大概长达十年以上 都是一个形同冰山的过程 就好像他仿佛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具 如果一个夫妻变成移动的家具 我觉得讲不爱这两个字 应该是很可以理解的 然后呢渐渐的他老公呢就有了小三 外遇 就有外遇 那我们可以想象当中就是 这个男人有的外遇 应该就是一个离婚一徒吧 但是这个女性他不要 这个女性不要 然后这个男人就骂他 是 所以当时你的当事人是这个太太了 女性了 这位女性朋友 然后呢 这个男性就骂他 你是个寄生虫吗 你是这么不要脸吗 天哪 这是比渣中的渣 还渣的男人吧 就是说你不仅外遇 你还骂你老婆是寄生虫 然后还骂你老婆说你不要脸 然后怎么骂你 怎么羞辱你 你都不走 所以这个女性他当时我就觉得说 他老公好像说得也对 为什么你不走呢 所以我自己比较好奇 就是说他完全不想理 在任何情况下 他觉得他可以过他自己的婚姻图像 对啊 那里面有移动家具也可以 那他为什么会 那时候会找到方芋 因为这个男生说 我要把小三带回家 哦 就是要一起生活 对 你的主卧是你 你不要住那间 那间是我们要睡的地方 他叫他老婆不要住那个房间 他把小三给带回家 哇 这个 那这样不是以我比较浅的法律常识 他就是即死犯 这也比较重婚啊 这应该是什么 就是说他不怕自己成为一个 他们家变成一个民法上的犯罪现场 还是说他愿意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就正好离掉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男的 可能就是想要离婚 用到这个手法啦 所以他会来找律师 当然就是说 把小三带回家 我有什么方式不要让小三进来 他不是要离婚哦 我说 可是他这个已经离谱到一个状态了 他说 没有 婚姻就是不离不弃 所以呢 他说我只要让小三不要进来就好 因为我觉得小三进来 我要干嘛都会 老是看他妈出双入对的 他很痛苦 在法律上我回应一下方老师了 法律上说实在的就是 现在通奸已经除罪了嘛 大家知道 所以他会变成一个叫做 侵害配偶权 所以呢 等于说 侵害配偶权就是说 只要你有发生性关系 或没发生性关系 只要预约一般 我们对男女社交关系的想象的时候 那么只要侵害到婚姻 我们就可以告侵害配偶权 那所以呢 小三如果进来 他是可以这样主张的 他说 那我不敢告 我说 不敢告啊 那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件事 他是不是怕告到两个人 就是连他先生也被他告进去 是 但侵害配偶权 其实他可以只告小三不告老公 那么 但我就觉得一件事 我说 可是我告我老公之后呢 他就不会给我生活费了 那怎么办呢 那时候我很好想接 那你来找律师 怎么干什么呢 也就是说 他认为你一定有一个 三权其美的办法 对 他可能有 所以我就说 法律我告诉你可以侵害配偶权 当然这个房子是谁的 如果假设是先生的 那他邀请他进来 你当然告他侵害配偶权 假设是你的 你当然可以用所有权人的身份 要求他不可以住进来 你是可以的 可是当然那个房子是老公的 那侵害配偶权 他也不敢告 所以有时候 我常常有对这件事有一个想法 在那件事情上 也就是说一个婚姻 当我们在想象一个不离不弃的时候 到底谁是被害者 后来没有离对不对 没有离 他还是没有离 所以我可不可以八卦问一下 所以后来这个第三者住进来了 对 所以他们就是一起在这一个有自己的游泳池 自己的健身房的豪宅里面一起生活 是的 所以你感觉方老师你觉得这个婚姻对你的想象会是什么 我觉得我第一个很好奇的就是说 到底什么 为不离不弃 坚持不离不弃的人是重要的 就是说我要一个婚姻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先停下来想一想 然后这个婚姻是不是一定是现在这个婚姻 它没有第二个可能性吗 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应该没有封闭到说 你结束了一次婚姻之后 在第二次你会变成一个罪人或是非常艰难 那就是要一个婚姻 然后不在乎这个里面的图像是什么 或说我要这一个镜子 即使已经照不到我的脸孔 它已经有一条裂痕两条裂痕 最后都已经被踩到碎层片片了 但是我还是要这个镜子 对我觉得这是想象这件事情有时候蛮欺骗人的 我觉得坦白讲 我自己处理的案件当中 很多这种不离不弃的案件 然后已经不爱很久了 但又不离不弃 所以到底大家对于婚姻的想象是什么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进入婚姻难道自己这个人就不见了吗 如果这个人都还 如果你人不见的时候 就代表意味着尊严是可以被人家这样子踩的 对我来讲你的自主 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尊严 你到底怎么去想象它 我觉得有时候进入到婚姻 你不能失去自我 所以他对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有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你把自己的尊严都踩在底下的时候 你的活这一件事情 你到底要活出什么样子来 那其实我刚刚也想讲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会把婚姻或者是感情成为对人生全部幸福想象的来源 对 所以不想放掉婚姻或是不想放掉某一段感情或亲密关系好了 是因为放掉了之后我的这个坐标我所有的向线都散掉了 我觉得女性比较会 我觉得男性相对的比较没有 所以这是在你看到那么多在情感纠纷的时候 在气跟不气的这当中我觉得有些性别的差距在了 所以就是说为他来讲是不是 我们刚刚听起来觉得他好像很物质 他是不是有跟你谈过吗 他住在一起他还可以享用现在的一切 健身房想用他这个花园 然后还有他的家庭生活费 也就是说当婚姻的功能里头没有爱情的时候 当然就处在一个所谓的室友 对吧应该叫室友 就是你好像分住一间 如果你对婚姻想象是这样 当然我觉得也不评价 任何大家对于婚姻应该什么样子 我觉得婚姻跟幸福没有穿制服的 所以如果他认为婚姻长这样子也可以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没有话讲 可是我说实在在这里头 我看到一个人是失去尊严 一个人是完全的用暴力相像 如果一个关系里头只有暴力跟一个羞辱 跟没有尊严跟自我的时候 这一件事情是一个人生的想像 不是婚姻的想像 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今天这样听的话 他到最低线他还是不能够接受 那个外遇的第三者一起住进来 因为我想这个应该反映出来 如果我把它翻译的话 为他来讲 婚姻跟亲密的感情其实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对 有点像那个戴安娜王妃生前 我最记得她穿那个高鲤黑毛衣 在受访的时候用她的语言说 她觉得三个人在一起真的太急了 那时候她讲的是卡蜜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为这一个当事的真实的妻子来说 她有她最低线的 其实那个最低线完全反映出我的感受了 其实她真正她对于真正的亲密 并无二致 跟所有的人都一样 对 只是对于生命里面 如果要失去现在的这一切 一切都要改变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 或是觉得那一切的改变 说不定会更好呢 对 就现状是不是一定要 就是永远的保证 我觉得这是在人生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被丢入这个问题 好像这个人生没有 从来没有任何保证 然后婚姻了也不代表 从此就幸福美满 对 对不对 婚姻的 license 取得之后不会代表 它就是幸福的保单 从来都不是 我觉得可能大家 必须要很清楚去想象这件事 那刚才念华有在提到 法律怎么说 那么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YouTube上也会放 那大家当然想要看 如果老公要带小三回家的时候 那远配不愿意离婚 到底该怎么处理 那刚才有提到 亲害朋友权 这是法律上有规定的 那么最主要的判断就是 你们婚姻关系中 然后第二个不正常的社交往来 而且是已经 产生了破坏这个婚姻制度 那这个大概是判断的标准 可是先跟各位讲一句 亲害配偶权数字不高 对 我还想问说 像亲害配偶权 它本身要掌握多少证据力 对 我的意思是说 它现在需要的证据力 要非常多 跟以前所谓的 现在已经没有通缰了 跟以前那条法律 它所需要准备的证据力 还是一样要这么多吗 还是一样要这么多 而且我们在另外一题会再讨论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这样的证据才会合法 好 这个在我们准备做YT的时候呢 数位事业部的所有同仁交了我很多 他说呢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爱与不爱 然后情观的过与不过 除了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一些 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个人意见 跟看法之外 他一定要有take out 就是法律怎么说 这样看起来 好多情的事情 最后会变成法的事情 法律一定是最低最低的一个讨论 我说实在的 那刚才对于那个事件 我觉得欢迎所有的朋友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 你如果是那个原配 你的选择是什么 那当然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选择 像我自己的选择 还是要很大的提醒 这已经是人生的判断 不是婚姻的判断了 就是你要让你的人生这样子过吗 这是大概是我 如果我是这个原配 我最大的一个提醒 那方老师呢 我觉得物质的东西真的很难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 有一种clicie就是 所以女性啊 你走入任何亲密关系 你走入任何感情 你还是经济要独立 对 那我觉得前提的是 在精神上面 情感上面 一定要非常确定 要的不是关系 而是要的是一个什么样 在一起的 在一起的那一个亲密 我觉得那个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就是关系这件事 那是第一选择 我觉得老师讲得很好 然后我再补充一点点的法律 但是以后我们会在别集里面讨论 因为我们今天的法律只能讨论一点点 也就是说其实 离婚之后不是有个财产分配吗 既然是豪宅 这个女性她是家庭主妇 难道就不能分到财产吗 大概是这个女性会提问的问题 你那时候一定有给她这个 对对对 但她都不敢告 所以也没什么用 我告诉你 当有个人的尊严被踩到底下的时候 法律对她来讲太遥远 因为她很难使用 法律是一个力量 是一个行动 如果 对 如果你被踩 在我们叫权力控制关系 你被踩到底下 你长期的无力感的时候 你是没有能力去为自己fight 所以我到时候 坦白讲那个时候告诉她 你可以靠侵害配偶权 你可以肃请离婚 然后并且请求财产分配这件事情 对她来讲都是很难理解的事 所以法律懂了 还得要知道怎么用 跟敢用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